各位父老们,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呀 过年了自然就要有年味 我先来考考大家 在过年的时候,尤其是大年三十 家家户户 每一户人家基本上都会吃的东西是什么 没错,当然就是瓜子了 谁家没有几个亲戚朋友爱嗑瓜子的,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由我来教大家做自制的五香瓜子 当然了一个菜怎么能够呢 所以我今天又准备了一道菜 这个食物我猜哦,大部分人都没有吃过 这个菜就是咸的爆米花 虽然我们现在吃到的爆米花都是甜的 但实际上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吃咸的爆米花 而且其实非常好吃,如果你试过的话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教大家做这两道菜 那我们先来做一下炒瓜子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适量的瓜子 放到锅里 好 第二步 往里面加水 哇 假装没有看到啊,没事的 适量的意思就是这个水,首先要没过这个瓜子 这瓜子会浮起来耶 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 我觉得这样就叫没过了 没过了以后准备一下这个五香的调料 我这里呢,我这里呢已经事先调过了一个 里面有这个八角 花椒,桂皮 还有香叶,还有香叶,还有香叶,现在几个 一二三四,只有四个 那就是四香瓜子 花椒,香叶,那我少了什么 回香,是不是?没有回香,没有关系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 好了好了 再放盐 盐要多放一点,盐要好多好多 现在要等水烧开 其实不光光是做一些这个过年会吃的小零食 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对吧 这一年以来,我心中最感谢的一些人 也就是你们 感谢一下我这边观看排行第一名 拉库琳达 谢谢 第二名 大卫里86 谢谢 第三位 陈默诺阿吉 谢谢阿吉老铁 互动排行第一名是 BBBCTC 谢谢 第二名是 迷雾远征 谢谢 第三名 大白鹅 然后有 两个这个 日语的 哦,水开了,水开了 水开了,换中火 然后再煮十分钟 还要感谢充电排行榜 第一名 Alex198X 谢谢 第二名 马路天使不上马路 谢谢你 第三名小菜的频道 谢谢 后面还有好多 我就不一一说了 非常感谢这年来坚持长时间观看我的视频的 各位 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观看我的视频 然后积极跟我互动 现在中火大概煮了十来分钟吧 差不多就可以关火 然后让它就这样泡着 泡多久呢 看你喜欢 如果你等的时间长的话 你可以睡一觉再起来再看 我现在就先把它放在一旁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菜 咸的爆米花 首先大家知道这个爆米花是怎么爆出来的吧 那种我们吃的很糯很香很甜的很饱满的玉米 都是不能够做成爆米花的 必须要长这种没长开的玉米 这样的就可以爆出爆米花啊 做爆米花你要准备这么几个东西 玉米粒 还有黄油 至少这么多吧 盐 嗯 还需要一点点糖其实 还有就是植物油 植物 最好你可以有那个椰子油 但是其他的比如说玉米油啊什么的也可以 我这里不小心买错了 所以是大豆油 但是不要紧 我先把之后要用到的黄油 油状的黄油做出来 倒进去里开火 黄油是很容易糊的 所以火要少小一些 等它融化就可以了 黄油现在已经差不多化掉了 但实际上我用这个锅子是不太合适的 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们可以用那种这个口径小一点的 然后深一点的 专门做这种酱汁的小锅子来做会比较好 因为黄油你看 简单的加热了以后它会分层 最底下那一层是乳状的 接近于固体的一个状态 中间有一大层都是澄清的状态 最表面它有一层浮的像泡沫一样的这一层 最好你是可以再拿一个过滤纸 把这个澄清的部分给过滤出来 但是我现在只能够浅浅的 把表面的这个泡沫给撩掉 可以再过滤掉一点 过滤过的黄油就特别的黄 特别清澈 好 接下来 我们要爆爆米花了 差不多是可以就是在锅底铺平 不要放太多 很吓人 油的话就基本上 让每一颗玉米粒都裹上油 然后我们要拿好护盾开火 好紧张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等第一声枪响 等第一颗爆米花爆起来 那我还要感谢一下就是微博上的朋友 有一个小姑娘印象特别深 有一次线下活动的时候 她过来手上还拿了一本语文书 说一会儿还要去背课文 后来她又说她特别想要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 所以现在正好可以告诉你啊 鬼鬼祟祟的王同学 你出现在了我的视频里 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之前我有说过有个四岁的小粉丝 后来她爸爸 她的微文名是甩手小赵 给我发过一段她这个小朋友给我拍的一个加油视频 特别可爱 但是考虑到小朋友的隐私我就不能放了 她说要跟我一起玩茶杯头的 希望疫情过去之后有机会吧 哦 哦哦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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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时候一定要 赶紧把锅盖盖上 啊 开门上 一定要一定要按住按住啊 千万不要开啊 不然不然是倒霉了倒霉了 哎呀呀呀呀呀 最好这盖子是有孔的 如果没有孔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跟你的锅不是很适配的 这个护盾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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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一定要按住啊 按住啊按住啊 哎呀 啊按住啊 哦哦哦哦 还有过年的感觉哦 我觉得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在家里面 呜 爆爆米花玩 哎呀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余力的话 你可以摇一摇这个锅 让它不至于焦掉 没有声音了以后 可以打开盖子了 哇 看一见没有 yeah beautiful 有几颗有点 不讲武德 调味 拿出刚刚准备好的 澄清的黄油 这时候其实是可以 就是你喜欢什么味道 你就可以往里面加什么味道 你觉得人家老干吗 也是比较紧的 黄油和盐 就是最基础的 咸爆米花的味道 搅拌搅拌 拌匀 咸的爆米花 它其实是非常黄的 它这里需要另外的一种酱料 去让它着色 但是我这里没有加 咸了 我觉得黄油还可以再多放一点 这个不用手软 做完了 这就是咸味的爆米花 让我们回归瓜子 现在要把它给基本上 晾干 机智的我准备先把水倒掉 好 现在我们离晾干又进了一步 最好是就是自然的晾干 现在我就得想一些鞋模外道了 不要模仿啊 不要模仿 不够快 用纸巾吸一些 太烫了 就关掉了 先用余温 把它们干 这得晾到虎年去啊 天才啊 我这是天才 以后我再用这个吹风机吹头发 我头发都会飘成一股五香 我觉得现在这个瓜子的状态 差不多算是晾干的 我用电吹风吹的时间差不多 跟Tony老师吹一颗头的造型 您的时间差不多吧 当然啦我条件有限嘛 如果你家里条件好的话 你可以使用戴森吹风机 好 现在我们要换厨具了 电饼当当当 其实就是一个烤盘啦 上下都可以烤的烤盘 稍微等一会 我也不知道等多久 反正就是这个瓜子呈现出 这个边缘上有一些 黄黄的娇娇的感觉 略微一点就可以了 哇 像在孕衣服 喝开来的声音已经很清脆了 很脆 烤瓜子用的时间还是蛮久的 这样基本就做好了 烤五香瓜子完成 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 有没有人想要吃啊 很多人今年都是一个人过年嘛 或者是 没有跟家人在一起不过年 这样吧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 小宁子特供版 是三无产品 三无产品啊 包装也非常简陋的 大家不要期待太多 而且是我做的 如果你想要尝一尝小宁子牌 烤五香瓜子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面 你可以评论任何内容 但是你评论内容里面 一定要带四个字 我要 尝鲜 就这样好不好 抽多少 我看看我的产量 大家也看到了 我的生产工具 就是如此的落后 希望大家能够过好这个年嘛 不要感到太寂寞 还可以吃着我的瓜子 哦对了 要不我再 把这期封面 印在一个卡片上面 然后我在上面写几句祝福的话 送给抽中的朋友同样 好吧 祝大家新春快乐 牛年代 我们来年见